現在的情況就是見到美股的波動很大 星期五道指的高低波幅就超過800點 你看到接下來是否會繼續持續地波動 你說的波動性是否持續 即是每天都1,000點上的波幅 應該有機會會更好 沒那麼驚嚇 但是你說美股的看法、炒法上 和去年就一定有很大的分別 今年年初我們都這麼說 你如果用上年的投資步法 在任何Apple 任何股市上面 你只會更加難玩的 問題就是如果你在這一刻 美股今年的主題 聯儲局托市的想法 基本上就滑滅了 其實你說這個月為何這麼波動 其中一個原因是市場 你想想在聯儲局議息會議開前 市場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股市跌這麼多 巴威爾說的言論就是應該不會這麼鷹 不會這麼急去收水 不會這麼急去加息 反過來就是跟你說 我未來每次議息會議上面 我都有機會加息 然後大家開始在數 數一下手指是不太難的 每次議息會議有機會加息 那就數一下整個2022年 還有多少次議息會議 7次 所以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3月開始之後可能會加6至7次息 之前其實在聯儲局議息會議前 或者巴威爾說的之前 市場已經是有聲音說 有機會加6至7次 那這個想法就出來了 所以你在利率期貨市場顯示就是 現在說今年2022年加息的次數 這個不一定準確 但至少在這一刻市場在猜的事情 之前就猜3至4次 基本上都預計4次了 現在已經變成4至5次 如果你說今天通脹數據還是很厲害 6至7次的可能性會慢慢增加 再極端一點就是一口氣加0.5里 這樣可能次數少了 但是幅度沒有分別的 但問題就是這一刻我們應該怎麼看 第一方面首先那些Fat Put的想法 什麼叫Fat Put 就是股市不行 聯儲局開印鈔機夠市了 那些想法你應該還滅的 減慢加息 不會的 因為主要原因是為什麼聯儲局現在有這麼英的態度 原因是他們覺得而事實上也是 在COVID之後很多資產價格升了上來 它是樂意見到資產價格向下跳的 你不向下跳 達來系統性風險的情況就會在進步增加 所以那些什麼Bitcoin 或者那些科技股 特別是一些很高的股價 盈利能力都沒有那些 但是有個很大的增長處境 譬如我們去年玩得很開心的元宇宙概念 那些相關股份 全部高位很多軟 大隻的穩陣的 NVIDIA 那些 英維得那些三四成左右 但是如果概念 特別摘經濟股那些 去Zoom 那些 那些真的是資產泡沫 很多都跌六七成左右 其實儲局是很樂意見到這個狀況 就是說最主要的問題就是 美國政府現在不會再像特朗普那段時候 以股市作為一個正值去看 所以股市開始進行調整是會有的 但是當然在說 是不是一個斷崖式下跌股災 又未治愈的 我們今年美股的建議就是去槓桿 就是說如果你說去年 我們年初都是這樣說 不是這一刻才這樣說的 你連去年大家很喜歡買美股 最簡單就是買TQQQ那些 三倍ETF槓桿 你今年都可以繼續看好的 但是我們說不要用三倍了 你去槓桿上面 就算未來滾回去高粉的底部上面 起碼你都沒有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高位追了那些 你就只能夠止洩 但是你說一直有部署開美股的時候 最簡單的狀況就是先去槓桿 你不需要那麼積極部署 你短線近期才去追的 你要小心一點 就是別人開始調整的時候你才去追 不要重複回2022 不是很久而已 去年廣估的狀況 廣估很多時候就是炒到三萬多點的時候 你去追 散稅的時候你又不知道 然後又不斷守著 去到這些位置 好像這一刻這樣說 上年高位追著那些港股 或者就算恒指 你拿著指數相關的ETF 你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只有一個手指 但是現在短線 美股的狀況就有機會 好像這樣追調整 所以我們說如果 譬如很多人喜歡 比港股和美股一起看 當環球股市願意去調整的時候 港股是有機會跑贏的 但是所謂的跑贏就是跌 跌得相對比較少 純粹上年跌得比較多 至於集中美股上面 波動性有機會受窄 但是不代表我覺得 又出現一個跌V反彈 相反地 特別科技股方面 即是以納指維拉 跌入技術性熊市 即是高位跌兩星 大約是跌穿萬三這些位置 遲早的事 我不知道哪一天會跌穿 但我相信這段調整跌穿的機會率 是十分之大 但是跌穿又真是很大 我覺得純粹就是資產泡沫的風險減少了 至少長生長有的故事不會再在 其實你想想 由COVID開始 即疫情開始之後 很多指數 舊經濟股的導致也好 新經濟股的納資 例如S&P等等 累積的升幅是很誇張的 五六成左右 總有一天遊戲要遠 所以短線來說 我覺得 踏入調整期的機會是十分之大 因為主要就是 經濟數據是可以的 在未來 所以我們要記住 現在不是經濟大蕭條 經濟看得不好 純粹的東西真的升幅多 要做回調整而已 而也不要輕視調整幅度 因為論估值 他們真的不便宜 當然你不需要每次拿著 華爾街最極端的個案 就是說大蕭條 高位要跌五成 又未去到這麼悲觀 其實如果你看股份上 我們都是這樣說的 高位跌得六七成 都不只是調整這麼簡單 所以分清楚 這一刻我們最主要分清楚 你那些是蕭條的股份 還是純粹說之前升得多調整 兩者都是下跌的 但分別就是高位調整 就是做調整的 還有長線投資價值 但是Bubble那些可能很難有收補 好像超高位拿著Zoom那些 要看回到疫情的高位上面 我覺得幾乎短期內 也不算是中短期內 就是兩三年內 我覺得都很難做到 這些因為真的有機會炒過龍 炒過龍可以怎樣做 那些股份就只能夠壯士斷備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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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